董事長 因為收到這樣的通知應該是蠻錯愕的對不對 您說好像之前也有過嗎 我知道有開會 也大概知道有開會類似的結果 但是我昨天下午收到的時候 確實是感覺到非常突兀 因為這裡面有非常明顯的重大的瑕疵 第一個重大的瑕疵就是說 應該要請我當事人到達中平會的現場去做說明 這是黨的規定 但是我並沒有參加這個 我當時並不在這個現場參加會議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換屆不連續 這更重大的瑕疵 因為這是上一屆 我們記得那個台北市黨部的趙映光 當時他擔任評委 趙映光的他們提出來的一個所謂的開除黨籍案 在中央黨部來講的話是第18屆 那我們就照規定來講的話是換屆不連續 那這一屆是19屆了 居然19屆的委員 完全另外一批新的人 把18屆的案子拿出來做討論案 然後討論案的理由就是說 我這個有污衊黨的這個名譽跟形象 所以開除黨籍 所以這兩項重大的瑕疵 那第三點我認為說我的了解是這個 鄭文燦的這個 新潮流是幕後的操作的黑手 那我經常做的以上三點的聲明 那想要問一下就是說董事長 您就是接到這樣子的通知 所以您是之前有接到通知 但是您沒有去到現場的意思嗎 對 他有一個開會通知 開會通知 但是我因為時間上剛好跟錄影衝突 所以我沒有去參加了 但一般以黨的規定來講的話 如果當事人不在的話 他就會在延長會期 上18屆的時候就是這樣處理的 所以後來我就第二次我就參加了 上一次是蘇智芬主任委員 就是要我到達現場 去當場去跟所有的委員做說明 那這次來講的話 他就並沒有做這樣處理 那被列出七大罪狀 你覺得哪一個人覺得是最冤枉的 那個更荒謬啦 因為他現在所提出來的這個 所謂違反黨紀的這個理由 最原始是第18屆的理由 第一就是上一屆趙映光的這個 他們所提的理由 趙映光所提的理由是18屆的理由 才送到中央黨部 這次是19屆的委員 另外找了羅智的七大罪狀 其中還包括說什麼 我參加羅智強的記者會 也變成罪狀之一啊 那這個就是這在程序上是重大的瑕疵 那您覺得新潮流為什麼要追殺您 是因為您有爆料到他們的痛點還是什麼 我認為應該是跟這個2024的選舉的直接關係 那接下來您會採取什麼樣子的動作 我按照黨內的程序來講的話有救濟程序嘛 第一個我會去他有一個申附期啦 我第一關的就是有一個行政救濟 那行政救濟就是仲裁委員會要做可以去申附 那黨內申附如果不成的話呢 就會尋求司法救濟 就到臺北地方法院提起告訴 所以有有兩個兩個程序 有有第一個跟第二道程序 按照我的計畫逐項推動 董事長您的黨齡大概多久 當初是為什麼想要加入民進黨 當時參加民進黨是很危險的工作啊 因為當時是等於說有一點後白色恐怖時代嘛 那一般的就是說比較年輕人的話 都會喜歡參加民進黨啊 然後跟修理國民黨是我們人生中一大樂事嘛 那現在來講的話國民黨已經變成商家之權了 我想不用再修理它了 所以挑戰強權是我們參加 民進黨主要的目的 沒有想到今天的強權已經變成了民進黨了 所以我們持續要挑戰強權 不管是用哪一種身份 那您的黨齡有算過大概多久 我黨齡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黨齡 二十幾年黨齡 我沒有 二十幾年 所以你其實可能比一些委員們都還資深 當然我比蔡英文資深很多很多很多 那接下來會不會想要跟總統還是誰喊話一下 有 我想跟民進黨 我昨天有跟TVBS的網報 講了一句話 我用了一個比較調文的古詞 古文來講 雷霆與雨露一樣是春風 雖然在春天的時候會有打雷 然後也會有核續的春風 這兩種其實都是善意的 再重複一遍 雷霆與雨露一定是春風 請民進黨的高層好好的用心去思考 市長新潮流你覺得誰最有可能做這些事情 你剛剛點陰 新潮流就是鄭文燦啊 這個幕後揮手是鄭文燦幹的啊 你們過去有什麼恩怨嗎 沒有 沒有 過去我跟他們都不熟 過去我沒有跟黨內 我跟我們媒體人 跟這個所謂的新聞當事人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個人恩怨 如果個人恩怨的話 就要迴避媒體的處理 這個媒體基本原則 也就是說 我所有在爆料或是批評的對象來講的話 絕對不涉及任何的個人恩怨 而且我基本上跟在外面的交往的範圍非常窄 因為媒體人最好朋友少一點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基本的立身處事的標準 那您覺得是鄭文燦是因為 您覺得您是愛到他的路嗎 對啊 就是美麗島民調啊 就是簡單的道理在這裡 因為美麗島民調在整個處理起來的話 鄭文燦一直現在都掉車尾 可能他不是很高興 我個人的判斷是這個事情是占大部分 有人問說之前BNT的疫苗價格也是您揭露的 說其實 那就蘇貞昌對不對 那就是應該是蘇貞昌修理我了 因為這個事情的處理一定是高層啦 百分之一百是高層 因為能夠把這個十八屆的案子換 十九屆來處理 這個一定是高層才有可能 因為這完全是違反的行政 違反行政程序的 那如果是BNT案子的話 那就蘇貞昌 可是蘇貞昌不會 因為蘇貞昌因為這個提案人來講的話 是這個政國會的委員 那政國會的委員你也知道 目前游錫坤也好或林鄉也好 這些政國會的大樓們 跟蘇貞昌都水火不容 蘇貞昌人員非常壞 所以我判斷不是蘇貞昌不是政國會 那我有當然我有的資訊來源 我確定應該是鄭文燦的新潮流在幹的事情 那如果回不去了怎麼辦 我法院會告一定會贏的 因為他所謂違反黨紀的理由 我剛剛講的 他講的是說要去污蔑民進黨 那各位媒體人現在所有台灣的媒體 或是台灣的觀眾在看 我吳子嘉有污蔑民進黨嗎 我剛剛講了 雷霆與雨露一力是春風 我們是在鞭策民進黨進步 當年我們在挑戰國民黨 跟今天在挑戰民進黨 是同樣的一個吳子嘉 沒有第二個人 不是第二個人 同樣的作風一點我們不改旗幟 幾十年不改旗幟 不會改變的 有人點名高嘉瑜跟郭鎮亮 可能是下一個你怎麼看 我不知道啦 他們還好吧 郭鎮亮跟高嘉瑜 他在一直批評而已嘛 那我是直接是爆料啦 批評跟爆料不一樣嘛 我爆料就是你 蔣南帝的你民進黨人貪污啊 我是爆料你民進黨貪污 就這麼簡單一件事情對不對 那這個不能爆料嘛 因為就是因為我是民進黨黨員嘛 荒謬的民進黨 而且民進黨要進步的話 一定要能夠自己本身要有白雪球 要有本身的這個改進的能力嘛 所以高嘉瑜跟郭鎮亮只是批評 那我是屬於爆料這比較恐怖一點 會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就不再公開批評民進黨 我說我嗎 就不會再爆料嗎 我怎麼可能的事情啊 我說幾十年不改旗幟 我會持續加大火力鞭策民進黨 因為他在野黨 當有一天國民黨強的時候 我們就要鞭策國民黨 一樣的道理嘛 我們是挑戰 挑戰執政黨 挑戰權威人物嘛 這是我們做媒體人的 基本的風格 我們你們在學校 我們在學校學的不是都是這個東西嗎 新聞人就是要去監督政府嘛 好不好 會加倍鞭策新潮流是這個意思 不會啦 跟這個無關了 因為這個不是個人的事情嘛 這一切事情 包括我的民調 包括我們的媒體 包括我個人的節目 都是處在公共領域的 這個範圍類的發揮 這不涉及任何個人的領域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